为在台湾东北角一带的新北市贡辽区 是个拥有壮丽山海景观的知名观光小镇 贡辽区东陵太平洋是台湾本岛最东端的行政区 位处偏乡开发度低 连外铁公路交通便利 距离台北市约仅一小时车程 一年四季都有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戏 贡辽区知名的观光景点福隆海水浴场 也称为福隆蔚蓝海岸 这处美丽的海岸线就位在贡辽区三雕湾的双溪河口旁 福隆海水浴场海水清澈洁净 沙纸白细柔软 除了大批踏浪的游客外 每年度在福隆海水浴场这里 所进行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祭 以及共疗国际海洋音乐祭 更是吸引大批外地民众前来 而福隆海水浴场内河流域宽广 滩外进行各式水上活动 包括独物舟、风帆、冲浪细水等都非常适合 福隆海水浴场可说是东北角最热门的水岸游乐区 除了音乐祭与沙雕展外 福隆海水浴场沿双溪河往贡寮内陆 或自福隆出发往南北方向的滨海公路沿线 每年都会有来自国际各不同机关单位 举办的路跑赛与自行车赛 从福隆海岸出发的各景点处处是好山好水 选手们在此比赛进行中 都能同时享受福隆海岸与附近各地的美景 也因此让福隆海岸成为各种不同体能竞赛的主要举办点之一 被称为具有国际及景观等级的共辽海岸线私房景点 龙洞湾甲步道全长三公里 龙洞湾甲步道是一条从龙洞湾公园连接到比头角步道的滨海步道 步道随山势而行 步行全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这条步道在多处断崖上所兴建 沿途皆可欣赏到极为壮阔的海岸景色 来到龙洞湾甲步道上的景观平台上 可看到极为壮观的海岸崖壁 行进步道途中还可见到巨大的海石洞 步道沿途还有许多地质与海岸植物的解说牌 便于游客认识当地丰富的生态和景观 旧草岭隧道新建于西元1921年的日治时期 与西元1924年贯通 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 全长2167公尺 隧道从福隆连通石城地区 民国75年并建新草岭隧道后 旧草岭隧道开始封闭了将近20年 东北角风管处将旧草岭隧道规划成一处结合了历史人文与观光特色的自行车隧道 民国98年开始开放使用 骑自行车走完一趟隧道大约是15分钟 夏季即使气温高达30几度 在隧道里都会像在吹冷气般凉爽 除了隧道古迹 旧草岭隧道外 还有许多非常有趣的创意装置艺术和铁轨遗迹 可供观赏与拍照留念 岩辽海滨公园位于奥底与福隆间的岩辽聚落旁 占地约80公顷 长达3公里的沙滩与福隆蔚海岸串联 因园中有一座抗日纪念碑而得名 园区内入口处是房闽南市的燕尾建筑 园区中的游客中心则是仿唐朝的古式建筑 园区内设备完善 适合亲子同游 共辽金沙湾海滨公园位在滨海公路91.5公里处 是一处开放式的滨海公园 这里因拥有着美丽的海湾景观和金黄色沙滩而得名 是游客们观海赏景的最佳景点之一 除沙滩细水活动外 金沙湾中还有出海小溪 游客们在溪水中赏鱼巡泻亦是相当有趣 与其他东北角海岸沙滩相比 金沙湾面积虽小也同样有着完善的游气设施 适合全家大小一同前来游气休闲 三雕角是台湾本岛最东端的陆地 三雕角地名发音即是来自于西班牙语San Diego的直译音 三雕角灯塔位于贡寮区福连里的山丘上 是一座典型顶层外有环绕阳台的造型灯塔 这座台湾最东边的灯塔在西元1935年完工 民国99年东北角风管处 特别将其改建成圆拱形建筑 打造成欧式教堂风格 这里还有多个装置艺术造景 时常吸引游客与婚纱摄影业者到访取景 奥底渔港位于在贡寮区真理里 是一处现代化的天然海港 因奥底渔港外海附近海域渔产资源丰富 也使得这里成了东北角海岸一带最主要的海鲜集散地 近年来奥底渔港积极发展观光产业 外地游客来到奥底渔港 都有不少种类的新鲜海产可以选购 而渔港附近还有许多家海产餐厅 好客们可以前来这几家海鲜餐厅里大饱口服一番 游客若想简便享受共聊当地美食的话 也可以在共聊福隆车站内外购买全国知名的福隆便当 料多未美的福隆便当亦是内行掏客的最爱 和现代化的奥底渔港相比来到卯奥渔港就像是来到了时光隧道一样 由于渔村内没有铁路经过 让这一座渔港保存着非常传统的古老渔村样貌 而这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渔村 村民大多是靠着养殖九孔或捕鱼为生 当地风景秀丽 民风淳朴 村内的百余年历史的食屋老厕 则是当地的人文特色景观之一 茅奥渔港也是个天然两港 是东北角风景区内少数保存完整传统风貌的小渔村之一 可说是台湾聚落史的一处活化石哦 草岭古道属淡兰古道中的一段 全长达8.5公里 是贡辽区远望坑到宜兰县投城镇大里之间的山区古道 因路经新北市与宜兰县两县市分界山的草岭而得名 古道采用沙岩为铺设食材 经后人拓路和东北角风管处的重新整铺后 成为一条非常适合践行的步道 古道沿途的碟死马桥 以及清代总兵刘明灯所提科的 雄镇满烟和虎字碑等珍贵古迹都见证了这条古道的开发史 桃园谷位在贡辽区吉林里内辽山区 旧名大牛浦也称捆牛仔山 封顶独立标高海拔500余公尺 已长达3公里的绿草平缓山坡住民 天气晴朗时从草原上可眺望太平洋与龙洞甲等地 天气更清朗时 龟山岛甚至蓝阳平原都能够全部清楚看见 在桃园谷中的青草坡地平缓 草坪延伸约四五百公尺长 草原上绿草觅食 游客可在此躺或坐 天晴时草原与蓝色天空相互辉映 山海人天是一处难得一见的人间仙境 近年来在区公所和农民及环保人士的努力下 供辽区吉林里的多处水梯田都成功完成了富裕 这些早在一世纪前就由供辽农民开墾而成的水梯田 已成功富裕了超过五公顷 而且供辽水梯田还是以人力耕作为主 水梯田不但延缓了降雨洪峰 还具有蓄水功能 在水资源良性循环作用下 让人与环境和平共生 回归完美的生态平衡 而一层又一层的水梯田延伸在青绿色的山谷中 景色宛如世外桃源 新北市供辽区是个有山有海 民风存浮 充满人情味的好地方 这里有比欧洲古迹还美的灯塔 最新最流行的音乐 每年都在这里开唱 还有铁马族最喜欢的旧草岭隧道 福龙便当和海鲜鲍鱼都好吃的不得了 供辽绝对值得您一有再有 欢迎您来供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